請坐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好 我婦女總會 我郭韋豬 今天的題目是婦女的使命 現在要說婦女的使命 我們的天命就是我們為著自己 我們一定會去做的 還是我們天生生肉 我們就主動會去 像說女孩子生善 可以教孩子 這就是天生的 那麼使命就是 我們願意為別人的利益 好處來奉獻 那麼那個就是使命 那麼使命是每一個人的福氣 我們這裡住得住 如果天命是每一個人住得住 所以那沒什麼公平 我們俯路就是 自我們細節開始 家庭的教育 到我們大一份相夫教主 我們優候北部 又在孝敬公婆 我們為這個家庭來付出 這是天真地義 就是主國以來 母親就是一個社會國家 和家庭的基礎 那這個基礎呢 主國以來 人家穿給女子就是天 女子就是地 所以人家說 負責不能變飯 我們這段的女子 我們爭取女權 我們爭取女權的當時 因為我們台灣的政情 沒有法律明確的規定 都是男不男女不女 我說的有道理嗎 因為現在男朋友說 什麼在做財人啊 因為女生搶掉男生太多的工作 所以導致男生很多找不到工作 那麼在日本我三四十年 就是說他們有明文規定法律規章 男生無論怎麼笨怎麼不勤 送報紙一定要賺錢回來 那麼女生的規範 她的基本工作 就是要教育子女 保持家庭 一定是女生的工作 無論你是離婚 你不離婚 這兩種規矩啊 定得非常明確 所以他們的社會不亂 他們的子女 都是有受到 很好的保護 而且沒有亂 那我們現在呢 離婚禮 三對就有一對離婚 那麼離婚率那麼高的當時 我們婦女會就要扮演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我們台南民政府以後 執政以後 我們就是必須要來實施 那麼要從我們婦女開始 那麼我報告 我們婦女會 組織的一個大藥 讓大家曉得 那我們一個總會 我有十個單位 有十個 那個副總會長 那麼十個分會 我們跟男生一樣 就是北 台北分會 台南分會 台中 新竹 那個宇蘭 分會 還有三個宣答團 有十個單位 那麼我們婦女會 不是什麼官 但是我們 四千人以內都是政務官 都是公務人員 不像外面有一些人講說 婦女會不是官 你們不要去婦女會 因為他們是民間團體 錯了 所以我在這邊 向大家更正 他不是民間團體 他是社會局 社會局就是做福利 對老百姓照顧的那一個機構 也是有公家機關 不像中華民國 那個流亡政府 他過去 就是說婦女會 是貴婦團 他的老公當大官 他太太 出來當婦女會 大概是做一些比較沒有很正當照顧人民的工作 然後輪到民進黨 那時候李秀年來做我這一份 有點實施 有點作為 但是當民進黨沒有執政的時候 他們淪為民間團體 就是每一個團體婦女去申請一個協會 那麼就是因為流亡政府不照顧人民 他們的政策非常非常的爛 像日本的話 他們的政策照顧老幼 絕對是公家機關付錢 那我們在台灣呢 你老人送到院去 絕對是要叫看護 一天要付2000、2200 所以沒有福利 他只知道收稅金而已 那麼呢 在這個小孩方面 他們的幼稚園 是由政府機構來付錢 來教育小孩 那我們台灣流亡政府 小孩子幼稚園的學會 比大學還高 這個把一個家庭 拖累到男生不知道要怎麼拔家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政策 因為秘書長非常尊重女人 所以我來做這一個位置 我非常高興 也是跟秘書長 談論過我們將來的政策方針 如果沒有作為的事業 我不想做 不是貴婦團在那邊 比鑽石水的比較大顆而已 那個沒有意義 所以呢 我要報告的這個叫做 婦女使命 那就是女人基本工作 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每一個星期六 中午都有來這邊做報告 請各位那個女士到我那邊來開會 我們不是在拉人 我們是要做女生的教育 知道讓女生知道我們從現在開始 不只是來建國 不是來台灣民政府幫助 這個就是從我們現在開始 所有的女生從我們開始行動 把自己先調好 把一個家先顧好 把老公顧好 把父母親顧好 我是在傳承這個教育工作而已 至於要不要來參加婦女會 我一定有鄭重聲明 如果桌裡的人介紹來的人 千萬你不要加入 就是聽聽就好 因為我們不想跟桌裡的人搶人 如果你是廣告來的 看電腦看報紙來的 那我們歡迎參加 只有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對婦女會不清楚的 我必須在這邊聲明 我們是做這個工作 那麼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我們從古以來到現在 每一個國家要興盛 要從女人開始 大家覺得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而且我在日本三四十年來來回回 我看他們的不但政府的政策 他們的教育 他們的法律 值得我們來效法 所以呢 我們婦女會 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便宜人才 那麼日本呢 我告訴大家 就是剛才的法律以外的規範 那麼女人啊 你是否這個家以後後代有沒有 博士有沒有成功的人才 古代說你家裡有沒有出 像 像材啦 有出人材沒有啦 你有種緣沒有啦 狀也沒有 就在女人 因為我們的人生 從開始 女人從懷孕開始 我們必須要有胎教 那麼胎教對一個人 他將來幾十年在人生當中是非常重要 那麼從胎教開始 生下來 一到三歲 是一個人格定型的時候 他的第一個老師是媽媽 是母親 也就是婦女會 所有的成員 現在要來教化的工作 一歲到三歲 非常重要的教育 那麼呢 在文化傳承規矩 道德規範 所有的 所以古話 有一句話說 三歲看八十 你三歲 以前所教育的 以後到八十歲 這個人的 他的性格已經定型 所以我們沒有提起 好像是每個家庭 就是造我的傳承 他造他的傳承 這樣是沒錯 不過我們政府要這個國家興盛 要這個政府能夠 以世界接軌 能夠走在 別個國家的前方 那麼我們要 政府要有政策 有教育 那麼古代 家庭的教育 一個家 家 是幾個人來指和 以前都是大家庭嘛 那麼小家庭 我們現在分出去的 一個小家庭 也不能例外 就是家教 然後我們要有家規 然後有家道 我們要有家華 然後我們要有家產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樣 剩下很多家產給子 子孫嘛 然後我們有家業 家業就是說 你一個家庭 有做出來的事業 不管農業工業 什麼業 都是要傳承給後代的 現在好像這個現象很不好 因為也是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把職業 你教好你要把家業 家產傳承下來 非常危險 那麼現在日本就是 有一個現象 他是取財 他取人才不取奴才 他才能把他這個事業一直傳承下去啊 你如果選在你的後代 你不能傳承下去 這個事業就是完蛋 那麼我們的一個家庭 一定必須具有這幾條件 家教就是教育 教育在語言 我們非常多的這個外國新娘 他的語言 教育 沒有辦法教得很好 花音各種方面 那個印尼的教印尼 菲律賓教育 菲律賓 所以在家教方面 一歲到先三歲 以後我們婦女會一定要成立 親子關係教育 那麼再把文化 我們的習俗 台灣的語言 來教育給每一個家庭 然後 家規呢 如果我們台灣民政府 也是一定 這個大家庭 我們是政府 將來一定有家規 我們現在 畢業以後 現在大家都是政務官嘛 對不對 而且 而且我們要做大官 我們也是要做好官 一定要有規矩 這個規範 然後在華麗的認知方面 我們一定要注意 然後呢 我們的要有家道 家道我們的就是規矩規範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非常非常重要 我建議我們秘書長說 當我們高級班要畢業 就是政務官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也來個先世 你看有沒有道理 在這一次 我們這一次受到地震還有台風的當時 我們一定要建立裡面很多規範 而且我們要堅守保持 一定要為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我們台灣人 子子孫孫 萬代祖孫的幸福著想 我們一定要不偏不移 一定要有恆心來執行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為了任何不舒服 或是意見不合 或是我們為了利益 那更不應該就是走偏調了 來影響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的組織 這樣說好不好 那麼我感謝大家都跟我說好 那就是說 我認為我們這一次的高級班 也是非常優秀 我恭喜大家 我替大家拍拍手 恭喜恭喜 那麼我們從現在開始 這一些事情規範以外 我來建議一些我們 該注意的事情 跟做人的道理 因為我們出去都是領導人 我們的有部署 我們有上司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相處 才不會把自己的位置丟掉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好不簡單得到這個位置 是非常有福報 而且是每一個人非常有智慧 才會來參與 那麼如果我們為了一點點小事情 我們就離開這個團體 然後又反過來攻擊這個團體 不但我們台灣 四百年來要建構 要把我們這個台灣政府做好 那是非常的困難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開始 所要講的題目 我們來共同勉勵 我們來互相研究 好不好 那麼我們應該做一個 非常積極進取的人對不對 一定要樂觀 我們不能聽到外面 一點點負面的 那我們就實際信心 我們就讓別人來牽著鼻子走 那是非常非常不妥的 那對個人的損失非常嚴重 那麼我們民政府 像這一次這樣子 我們的秘書長 跟中央的大佬 大家都非常心痛 撕掉我們那一些人才 我們不簡單栽培出來的人才 白白 受到外面的誘惑 那是非常可惜 我們也減少 非常多的力氣 不過非常高興 我們在幾個禮拜就已經復原了 對不對 現在沒有問題了吧 沒有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非常積極 而且樂觀的人 那麼我們一定要像太陽 這樣的光明磊落 我們不要像月亮 月亮初一十五步一樣 那麼我們的語言 從開始 我們現在 從明天開始 大家是以後 台灣民政府的大官 我們在語言方面 講話要非常小心 不像以前 我們什麼 都不一樣的職業的時候 我們隨隨便便講話是可以 那麼以後我們一定要注意自己 自己的言行 我們不能有負面 而且哄出的這個語言 代表民政府的身份在外面 隨便來發言 那是不妥的 然後我們要把台灣民政府做好 我們一定要熱忱 對每一個人 我們一定要有微笑 不要像人家 欠你多少錢 那這樣做一個領導人 也非常不妥 所以我們看到人 一定沒有語言 我們嘴巴一定要笑笑 好不好 這個對人際關係 非常重要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們共同來努力來研究 我們來晉升是非常 非常的重要 一個人他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 沒錯 但是我們 不論能力強不強 我們沒有乾淨 就是一定要熱忱 你的能力差一點點 那也可以補救 要堅定不移的努力 信心不移 那我們就一定有成就 因為我們來自於各不同的職業 那麼我們現在要進到這個區塊來 大家都是要用心一點 才不會受到衝擊 給自己覺得煩惱 那我們要做到非常高興 對不對 沒有 沒有一個人說 我來民政府變成不快樂 這樣就是很可惜 我們一定要做得很高興 對不對 我們要做得很高興 你的周邊 旁邊的同事 上邊的上司 你下面的部署 一定要很和諧對不對 沒有很和諧的話 會造成非常的苦惱 那麼要和諧 一定要熱誠誠懇 一定要親切 我們的度量一定要放開對不對 對 不能計較小力 那麼你就是沒有大格級 那麼我們 你的格級呢 就是會可以決定你的格級 一生當中 你的格級有多大 你的格級就有多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生要向上去發展 要有這個思考 看一個人能夠爬到多高 就要看你的根基有多深 你的根基有多深 你就可以拔得更高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要往上爬 是個沒錯 但是你要衡量你自己的能力 我們不能說 我只能當里長的能力 我來增一個縣長來做 那麼你沒有做到三天 我看你要自動辭職 所以很可惜 我們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來擺哪一個位置 所以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 你的根基不夠深的話 你爬得高 爬得越高 會跌得越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要把自己秤好 我們是自己幾斤幾兩 這樣好不好 然後做好整備 我們要怎麼樣來當官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專長 不管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我只會吃飯而已 我說吃飯也可以當官 因為你可以去我們公家機關的餐廳 去試試看這個我們的主持 做的好不好吃 不好吃 可以叫他走路 這樣也是可以當官 你真的亂講不會吃飯 你亂講這個好吃不好吃 這不及格 那就也是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吃飯的專家 也是可以當官 我們以後 沿山飯店 如果接掌起來 我們全都請外賓來吃飯 當然也要讓他們吃到說 我們的台灣菜是有多好吃 一定要吃出來那個口味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是說不行 還有一個歐巴桑 我們做事務長說 你沒有讀車也可以當官 他怎麼 水高 乾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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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嘛對不對 就是要把我們自己想要做的這件請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全台灣都叫 新聞政家來上課而已嘛對不對 那麼以後的事情我們現在也要開始準備 因為秘書長說我們很快要接掌 掙錢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不可以回來五花檔喔 一定要準備 一定要自己心裡準備 我以後要在哪一個單位來服務 那麼我們的身價 要 你身價有 沒有啊 要看看你的對手啦 你的對手 你要看一個人 他帶來的朋友 或是他競爭的對手 你就知道這個人 他的高低在哪裡 所以我們 現在的政務官啊 都是領導人 我們要 有很好的眼光來看你的部署 那麼 你的朋友如果都是爛七八糟啊 或者是你同業的對象啊 都是 比較低級 那麼你要把這個人 帶來做你的部署 你要考慮 你不要亂抓一通 一定要用人才 不能分 這個人是誰的人 這個是誰的人 這個是絕對錯誤 因為呢 我們一定要和諧 一定要團結才有力量 我們絕對不能對立 對那對立的話喔 就會爭動 一定會吵架 這樣子 一個團體不會賺 眷權 所以我們一定要秉持到 你跟我 這叫做分變心啊 你不要分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我的 這件事情大條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的現象 很多都有這個現象喔 所以我 要告誡大家 你格級一定要大 你的結局才會大 沒有呢 你如果呢 是否 要克服這種 各種的欲望啊 各種的意見 你要排斥 排斥掉你的主軸 你不要認為 我這樣講就對 你要參考別人 如果你 沒有把對立 這個對立放下 你自己心胸沒有坦然 老是 照顧到你自己 周邊的人 那麼 你就是在家裡做 家長就好了 沒有辦法當什麼行政院長 沒有辦法做什麼省長 過去的省長 那麼呢 這個都是我們要注意的 因為我在民政府 有兩年多 這個現象我也看很清楚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過程啊 非常重要 但是呢 為了民政府 我才知道我們台灣人啊 文化語言一定要講台語 所以我兩年多 沒有講華語的 你覺得我講的華語好不好 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今天有很多 我們的高沙族啊 說一定要講華語 所以我講的華語啊 操靈台操靈台 又沒有標準 麥克風有問題嗎 所以呢 大家聽懂嗎 懂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小事情 一個大事要完成的人 不能老是看小事 很重要 但是看小事 我們要自我檢討 才不會 把一切 你要贏的事情 變成輸了 所以這都很重要的 齁 我們看一個人的結局呢 真的真的 要很大的 格局 我們格局就是我們的度量 那麼呢 當你遇到一點小問題 小困難的時候呢 為什麼要那麼生氣 這個情緒控管有問題 一定會得到撤敗 如果你在處理事情 沒有情緒控管的話 你會丟掉你這個官位 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們遇到事情 不能讓他 當面衝突 所以這個很重要 當面衝突 絕疾絕對是不好的 那麼如果我們沉浸下來 說讓我考慮考慮 還是說讓我們兩個來 研究研究 以後 等大家心平氣和 再來解決 那麼佛家有講一句話 有很多人怎麼 勾都勾不通啊 這個我常常碰到喔 那麼 有一個方法 隔磁二元啊 你盡量少跟他碰觸 這樣子 才會解決問題 如果你要 每天跟他解決做一件 絕對無法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對不對 那麼做人很難做對不對 對人好也有人陷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 會怎麼做好人做到底 好人你如果沒辦法做 好人沒有辦法做到底 你這個官也當不成 非常重要 所以 但 當 不管 你 誤入批評的時候 你 得失啊 對一個人的 心胸不開口的人 是沒有 大氣量的 來說喔 你就是 一定 要避開 如果有大氣量的人 你一溝通 他就行 如果沒有 你一定要避開 或是透過第三者 來跟他 溝通 沒有的話喔 是永遠草不休 這樣對我們一個團體啊 非常有審商 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同心 一定心 是一個 那麼一個 是一個想法 為了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執行任務 達到目的目標 我們不能為了 一些小數 在那邊爭論不休 所以這個 我請大家 以後每個人 到各州 各地方去服務 你都有你的群組 你的組織 你有上面的人 你一定要注意這些問題 有些 長官的想法 是跟我們不一樣 那麼我們不要說 一定要改變別人的想法 我們想想 我們為了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趕快來執政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 適合我們放棄自己的执著 自己的堅持 我們適合為了大目標 大家 來妥學 這個很重要 我們 最重要我要交代大家 就是說 我們永遠做一個政務官 永不退休公務人員的 那一份鞋 那一份薪水很重要 對不對 那麼我們把台灣走出一條路 來自己自治 自己管自己 非常重要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能為了另外的事情 我們擺的位置不好 或是不適合自己 或者上面那個人下面那個人 講話不好聽 那都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要只要民政府能成執政 我來講 我說我可以領到一份養老金 這個是多出來的福報 就以非常高興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大官 你們的薪水以後非常高 我們好好珍惜好不好 那好好珍惜 那麼當一個人如果到我們會裡 有受到一些衝擊 那我們的忍辱 到現在為止我參加民政府到現在兩年多 有罵我的人 有把我招他的人 有攻擊我的人 我都一一迴避 而且我二手請他到我們高雄來玩 你可以知道 這個是一定要非常相當忍受啊 但是這個是人性啊 是免不了的 可能我前世修得不好啦 但是呢 我們一定不能讓事情發生 就是說你要忍下來 那麼一一一一一的去突破 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每一個攻擊我的人都自動自己走路 這個是什麼道理 因為如果你攻擊別人 你就是攻擊自己 古早有的說 你指別人的時候 一支心是比自己 對不對 所以你指責別人的時候 你要想想你自己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不是不是的話 人家說你目瞭瞭啦 外面尤其來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人 都非常聰明有智慧的人 有人在看嘛 那麼人家是會笑你說你還是笑我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有相當的忍耐力 一定要我們人一定到最後 你的真面目會跑出來 如果台灣民政府一定不能抹黑 很多人的習性不好一定很 很喜歡抹黑別人 將來我們是大官喔 這個抹黑如果沒有政績 你將來要怎麼樣 變形喔 變形喔 所以呢 沒有那個啦 抹帽子 我們一定要秉除掉 沒有事實的事情 絕對不能亂講 我剛才提到的 講話一定要小心 要講事實的話 要講事實的話 絕對不能講亂講的話 講你高興的話 或是講你自己有利益的話 那麼我們要走出去 要有人緣 你一定要替別人想 想別人的利益 你來照顧他 讓他將來有利益 這樣大家就會歡迎你 對不對 不要老是想自己的利益 這個到最後 你哪裡都走不通的 那麼呢 我再提醒大家 這個氣度變大喔 抱怨就會變小 胸筋開闊 路就會變廣 所以呢 我們一定呢 如果沒有計較 我們慢慢那些負面就會消失 對不對 如果山高呢 你就不會覺得夜量是很小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一樣的大 水如果沽了喔 石頭都是一定會跑出來 那石頭呢 是永遠不移動 還是保持穩定 不管你遇到任何問題呢 你還是你 所以呢 你保持冷靜啊 事情總是會過去 你就是不要爭玉石 爭玉石 很很很慘 就是說你會把你這個官位丟掉了 對不對 所以喔 我們這是很大的官 很不簡單 在哪裡 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真的全是修現好 得來的福報 我們不用考試 只要來上課就有官位 就是永遠的政務官 而且是永久有薪水 是非常要注重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去管另外拉哩拉扎的小事 人生呢 你的局面在你怎麼樣看你自己 你在所認識的人 在你說的每一句話 在你給人的感覺 你的做事的態度 是你的經歷的遭遇 你的每一個念頭 是所有你的所作所為 那麼你需要只是行得正 一定做行政 你一定能夠堂堂正正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都說 人在做 天在看 對不對 天一定會讓我們說到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說白人的威 其實是在說自己啦 我們 在嘴啦 我們的嘴巴四門 是我們一間家的門 你就要把門關好好不好 不要亂講話 講到讓你自己一生慘敗 非常一塌糊塗 這就是門沒有關好 一個人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你的面孔的表情 第二個 你會得到利益 或是你會得到厄運 都是來自於你的口 因為如果你講的不當的 你會得罪人 你會失敲你所有的利益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嘴就是我們的門 我們的門 每天要關好好不好 不要讓小偷跑進去對不對 不要讓敵人跑進去對不對 門都關好都沒有人會攻擊我們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人生呢 如果給人家的那種感覺啊 是你成功的一大步 你會讓人感覺很親切 就是你成功的一大步 所以 我有聽過這個 我們這個先拜 就是台東宣打團的校長 黃校長黃邊蘭 他有抱怨說 我台灣早早 但是喔 都會忽悼說 我來教委都沒辦法 會跟人家想請問 可能我欠你們多少費錢 讓他很傷心 他八十幾歲耶 就新聞情燒三四百個 百幾個給新得酒 百幾個給高雄酒 他的感受 他現在想要退休 新聞情繼續燒 但是他不要做什麼主管啊 他的想法說 爛台灣台灣人是怎麼了 生了什麼病 為什麼看到人 而且我們這邊都是長官 怎麼都沒受到嗎 我們大家會嗎 一定會吧 看到童心也好 看到所有的人民 將來都是 他都是我們的主人翁 我們從現在開始 一定看到人都要打招呼 好不好 好 因為日本人啊 無論認識不認識 一定要 眼睛對著眼睛 一定要 點點頭 一定要想請問 我們台灣人很奇怪耶 我們不要奇怪 一定要改調 你早上看起來 你去跟他說 啊 早安 還是說 這個笑的 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是自己大家都變什麼人啊 一定要有禮貌 要從現在開始 我們自己開始 看到每一個人都笑笑打招呼好不好 好 讓人感覺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員有水準有禮貌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是日本天皇的成民對不對 對 我們要比日本人更有禮貌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要比日本人更更日本人 我們富裕的幹部要比日本婆 還比日本婆還更日本婆 好嗎 好 所以我們 比日本婆還更日本婆 老公回家要拿招牌來招牌好不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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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看看 他們男生會嚇一跳喔 哎唷 母愛 你今天去發生嗎 你說這個 婦女總會會長要我們這樣做 你不用怕到 你錢賺多少回家 就能回饋我這一點了 這樣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對人好 人也是會對人好 不會說白受苦的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一定要改變 讓每一個人說 哎唷 你現在是 說比較難聽 你現在是吃不到嗎 不然你現在比較不一樣 那就引起他的注意 然後你告訴他民政府的時候 他也會來辦身份證 也會來參加我們的行列 你不可以讓老師看下去 沒有選一個官員 你跟我說你官多大 這樣叫死人嗎 對 所以 我們一定回去 每天要走走走三遍 我有最大官嗎 是不是這樣 你做的事情 一定 要從這個基礎來做去 你如果是做不好 是因為你會學會的 沒關係 繼續努力來做 不必說 有自己有嘴巴 做過程 比如說像這個客人說話 我也是說了很難 但是我盡量 爭取時間來這邊 學習啊 對不對 說句就會滑溜嘛 對不對 對 如果你在九人做對一刻 你就是要自己勇敢 站出來說 我要來做什麼事情 我相信你們的酒店都很歡迎 可以來栽培很多人才 我跟秘書長說 秘書長 你現在齁 林志森第二 有好幾千個 這樣有厲害嗎 我們都是他的分身 對不對 對 我們分身不可以滑溜對不對 對 所以說出來 秘書長的分身 很難看 格局要大一點 我們現在齁 每一個練頭啊 我們的行為 操控在我們的練頭 你想什麼 你就會去做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們 要跟以前的李登輝說的 講好話 你要講 講好話 你一定要有思考好話嘛 所以這個練頭就來 由你的嘴巴說出來 說好話做好事嘛 這樣 大家都互相影響 我們這個團隊 我們 台灣民政府的 所有大官員 一定是讓社會 刮目相看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這個 很重要的喔 我齁 感覺說齁 一個家庭齁 你把照顧得好 小的照顧得好 政府也是要照顧得好對不對 要扣大家啦 拼著要提高 要不 人都說不鳥你啦 現在目前人都不鳥我們對不對 對 當我們自己改變了以後 當我們人多的時候 刮目相看對不對 對 就有這一天喔 很快的喔 所以呢 我們 你的所作所有的習慣 我們的習慣 一定如果不適當的 我們不要拿到台灣民政府來用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我們喔 會毀掉自己 因為不好的習慣 會把你自己毀掉 很注意喔 別人 你 不可以常常說 被人扁啦 扁 扁好的 沒關係 不要扁壞的啦 不要扁爛的好不好 有人說 人家就可以這樣 我怎麼不可以這樣 不要扁爛 要扁好的 人家說 那個人很好 尤其喔 在這裡我要提醒大家 台灣人 被中國人交壞的哪一點 當人家好的時候 看不得人家好 這樣可以嗎 我們 一定要尊敬別人 向別人 學習 日本人呢 你如果是比他更厲害 他五體投地喔 喔 先拜 他站著你跟他說話 他都不會穿開喔 點點聽你說 說到之後喔 人家的規矩有夠好 我們這個人 你如果比他更厲害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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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比一直 竹竹點點 一直屁想耶 好像人好 人好的 絕對犯多少 都沒有 台灣人 跟日本人 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地方 那樣子 也好 跟隨時 隨時 隨時 就是說 人有好的事情 我們台灣人 都 很粉絲 跟鵝肉 這樣可以嗎 一定要把鵝肉 還要弘揚 喔 這個人 有夠厲害 我們大家都來把鵝肉 這樣我們不真的會進步 大家都一直 把竹竹點點 把他好的手 都不敢拿出來 一直比比到沒 大家都壞 好的 沒人敢拿出來 你如果頂好的 這個人 隨時說 彈打 出頭鳥 說要做出頭鳥 比人家好 我們的父母親 教我們出社會的時候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如果 我們這個團體 誰帶你去吧 我們一定要感謝他一輩子 要懂得感恩 人不得懂感恩 我們這個團體會垮掉 對不對 因為來受到中央 我們秘書長 我們中央的這些 我們領頭羊 來給我們栽培起來 每天都說 我們那個隊的長官 怎麼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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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你老婆壞 你兒子也說你多壞 對不對 我們說 安公 團安倍 對不對 你所作所為 你的下面的人再會看 你尊重上司的時候 你的部屍也會尊重你 那就是一種的傳承教育 一定很重要 你如果每天批想這個 批想那個 人也會批想你 人也說你也不好 所以我們這種的習慣 都來改調好嗎 因為我知道裡面是沒有 大家都很優秀 我是提醒大家 就是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們身邊有這種人 我們要不要好好跟他溝通 不要讓他蔓延 一顆暖甘子 把我們整人的甘子暖了 這樣好嗎 就不好嘛 所以我們不要用批評的方法 我們要用適當的教育方法 用愛心來對待他 來跟他溝通 請他改調好不好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 我們的人生 如果你有什麼觀念 一定你就可以出什麼行為 你的行為就是你的習慣 你的習慣導致的 那麼你的習慣 就導致你的個性 你的性格不好 將來就是你的命運 我們的命運好不好 很好對不對 我們要命好就是要習慣好 一定要觀念好 這樣來說 我們的命就變得很好對不對 我謝謝大家 因為時間不太多 我們互相 拜託到我們再來互相研究 如果我有不好的 極質或思想 我的行為 請大家也給我指導指導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好安請客氣 來 我們到我休ür的 你的評論 好可悔 但當然最好 工作人員